木槿花枝条架接在芦荟上也能快速生根繁殖 操作非常简单 木槿花呢开花好看 那今天给大家说一个让它繁殖的好方法 操作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呢只需借助一株芦荟就可以了 我们呢准备木槿花的枝条 然后底部呢简单的修剪处理一下之后呢 找来一株长适比较好的芦荟 然后呢我们把木槿花枝条呢 去给它插入到芦荟中 芦荟呢无需截取下来 给它架接好插入进去之后呀 我们给它套一个透明的塑料袋 制作一个保温保湿的这个生长环境 芦荟我们去给它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也可以给它来点养肺 让它呢供给木槿花枝条 放到散光通风的位置就可以了 等到三十天左右的时间 木槿花枝条呢就能够底部 就能够长出白白的这个小根系来 长出根系之后我们把它取出来呢 就可以转为土培养护即可 木槿花枝条 k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